大家看了兩三次了 歐洲、亞洲、非洲的中間是誰? 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所以這麼重要 那以色列的地圖 跟我們台灣有點像 好像這樣子 韓吉亞一樣 那以色列呢 他台灣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然後他的人口 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這是以色列 然後以色列的歷史 我們第一個介紹說 他跟靈活的關係 以色列在這裡 他旁邊啊 這邊是地中海 上面是敌巴嫩 敌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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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旦 西馬旦島 埃及 這就是以色列 他的旁邊就是這個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叫做聖地 聖地 這個聖地有很多的名字 以前呢 城邦時代叫做什麼 迦蘭地 所以聖地我們看到 迦蘭地就是這裡 但是到了 以色列王國的時候 叫做什麼 叫做以色列 但是到西大時代呢 又不一樣了 叫做激烈叙利亞 到羅馬時代呢 叫做巴勒斯坦 現在呢 又叫做以色列 所以這幾個名字都一樣 都是講以色列 好 那我們把這個以色列的歷史 我們把它分成十四個時代 十四個時代 一開始是文字 還沒有文字以前 叫做死前時代 第二個城邦時代呢 就是 呆祖前三千年 離我們現在說五千年了 那這個時代包括什麼呢 包括 亞伯拉罕 就是 離我們現在四千 差不多四千兩百年前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約瑟 然後再什麼 出埃及 摩西帶他們出埃及 出來以後 約書倆 帶他們進去 迦南地 然後分土地 進入四十時代 就是這一段 接下去呢 就 他們 以色列人跟上帝 要求一個國王 就給他們 扫羅 然後下去呢 大位 下去呢 扫大門 扫大門 就扫羅門 然後就分裂 到祖前七百四十年 就是這個時代 接下去呢 就亞束起來了 然後接下去 巴比倫把亞束滅掉 然後波斯把巴比倫滅掉 這個就是那個歷史 這個 四十時代 他們要一個國王 所以上帝就給他們 就是 扫羅 大衛 索羅門 然後就分裂了 到祖前七百四十年 這一段叫做亡國時期 祖前七百四十年 以後呢 就是亞束開始了 好 那這一段呢 我們上次給大家看過了 這邊 祖前 一年五一年的時候 扫羅 大衛 索羅門 祖前 九百三十年 分裂成南北國 你們就記住 我們是九年半做禮拜 禮拜之前 要把教會人門前掃一掃 掃大門 掃完以後 九年半就是禮拜 禮拜會分成 華語堂跟 華語堂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祖前七百四十年 亞束起來了 亞束起來 然後起來了 就把 背果滅掉 那這一張圖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上禮拜我會分一張 給大家更清楚 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 是把 把那個 沙姆兒記的上下 背王記上下 歷代詩上下 還有後面那個 曰詩 包括大小先知 全部都在這一張 你們回去好好看 這裡就是七百四十年 出來以後 亞束出來以後 七百二十年 把 背果滅掉了 滅掉以後呢 就是這一段 亞束 亞束 亞束呢 又被 巴黎文滅掉 就這一段 好 那 巴黎文起來以後呢 他就 把 他把亞束滅掉以後 他也來 要來滅南國 那南國最後五個王 就是這五個王 從這裡 約西雅 等一下 約西雅 他的四個兒子裡面 這個早死 那 約西雅去 亞束 亞束 去向埃及求救 埃及要來援助亞束的時候 經過以色列 這個呢 約西雅去給他擋 結果被打死掉了 被打死了 他死掉 因為他的兒子這個 約他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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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把他抓去 埃及立約雅進做王 約雅進呢 後來被巴黎文抓去 換他的兒子 做王 他的兒子就投降了 就被巴黎文帶去 換他的 阿伯 就是西里嘉 起來做王 那我說過他的名字 火了火好 西里嘉 就是結束了 這就是混那五個王 這五個王 那 巴黎文來的時候呢 他來抓人 他第一次 約雅進做王的時候 來抓一次人 第二次 約雅進又抓一批人 第三次 西里嘉又抓一批人 抓完一刻 難過的魅王了 第一次 戴底被抓去了 第二次 約雅進投降 所以一堆人通通跟去巴比倫 第三次 西里嘉被抓去以後 他眼睛被挖掉 他這個 巴比倫呢 在他眼前把他兒子通通殺光 殺完以後把他眼睛挖掉 就用鐵列子帶去 然後就把那個伊瑞串就滅掉了 這是 南國就結束了 就是主權五八六人 那 這巴比倫呢 沒有多久 他只有七十三年而已 這巴比倫就被波斯滅掉了 那波斯一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讓他們回去 讓巴比倫回去 那我三次講過了 這個波斯這個國王他有趣 因為他波斯一口很大 他管不了那麼大 所以他就把這些妇孺放回去 你們回去以後 你們不管你們是建廟 是建聖殿 建什麼都沒關係 你只要為我禱告就好了 所以都放回去 且給他們回去 所以走到巴比倫都帶一批人回來了 第一批帶五萬人回去 然後他們走了四個月 從巴比倫走到耶路上 一千多夢里走了四個月回去 就是這一個 第一批帶你們去抓去 六零六 第二批約雅金 第三批西里加就結束了 然後等到五三六的時候 第一批回來 回來他們就建聖殿 但是第一根基逃了又就被阻擋 阻擋一停啊 就停了十幾年 到十四年後他就復工了 復工以後四年就把四年建好了 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有人就算了 那五三六六六年開始抓人 但是五三六六被放回來的 那中間幾年呢 就是七十年 就是耶路你講的 你們被抓沒關係 你們要投降 七十年以後你們一直回來 有人就算了 第一次抓去 六零六 然後五三六回來 七十年 那有人說 五八六年聖殿被滅掉 五一二聖殿建好了 這個有幾年呢 又是七十年 所以他們 這是在 講到耶利明的語言很準 就用這種講法 那第一次貴毀以後 七十八年 第二次又回毀了 這一次是以斯拉 帶百姓回去 是屬於無心 他是帶五千人回去 第二次貴毀十三年後呢 換水 所以尼西米回去 這一次回去呢 只有建城牆 用五十二天 就把城牆修好了 好 那接下去呢 就希拉 就把波斯滅掉了 然後希拉呢 又被羅馬滅掉 耶穌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生的人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叫做黑暗時期 就是就約結束以後 到耶穌這中間 有一個四百年的黑暗時期 那羅馬時代以後 後來回教過來 因為那時候是這樣子 那個版圖很大 他們帝國版圖很大 那耶穌善人 也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所以他有時候呢 也去管 那邊也不住宅 所以他就是 常常就一個換來換去的 羅馬時代就 不再去注意 他就回教來了 回下來以後 他就讓基督教的人 不能過去朝聖 所以就發布了十字雲東針 差不多一百年 兩年的十字軍時代 那這十字軍也是一樣 後來變成馬穆路克就是 他們以前打戰啊 抓回來的俘虜 或者買回來的俘虜 他們組成的就是馬穆路克 這個慢慢強盛起來 奪得金權以後 就變成他把十字軍打倒了 打倒以後 這個土耳其帝國起來以後 又把馬穆路克打倒 然後奧普曼他去土耳其帝國 他因為壓臭寶 所以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被打敗了 打敗了以後 這個聖地就讓英國偷管 那英國又在偷管的時候 也是搞得很不好 這以後我會再講過 再講一個 以色列復古的時候 我會講比較清楚 反正他偷管的人管得不好 後來就連累了我就出面了 就說他不然裡面 以色列復古跟巴比倫一起管好了 然後就變成以色列 只有1918年5月4號就獨立了 這就是把這以色列 五千年的歷史十分鐘講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慢慢介紹 以色列的地方 我會把它分很多區 這個很多區啊 就這個 加利利啦 耶路撒冷啦 耶穌列平原啦 什麼山區 反正我們慢慢講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講上加利利 有人講上加利利 又叫做葛蘭高地 就是以前的巴山地 那我們現在看一個地圖 這個就是加利利 這個加利利 我們把它分成是上下 因為它比較大一點 這個紅色這個就是 這邊叫上加利利 這叫下加利利 那怎麼分呢 就從加利利海把它分好了 加利利海的上面叫做上加利利 下面叫下加利利 但是有人啊 因為這個葛蘭高地啊 這個地方比較特殊 所以就把這個叫做上加利利 有人這樣子講 好 那你看另外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這個加利利 這邊畫下去 這個就是葛蘭高地 你對照這個圖 這是現在圖 現在 現在的以色列 它的領土有多大呢 就是這個 這個葛蘭高地呢 它一關不到 雖然是以色列在住喔 但是你問說 以色列土地多少 它是兩萬多平安坡里 包括什麼 包括黃色的 包括約旦河西 包括加薩德王 就是不包括葛蘭高地 但是以色列在住 你們就知道 現在我們就 所以這個比較特殊 我們就拿這個出來講 這個葛蘭高地啊 長寬這樣子 它上面有個黑人山 2000多公里 這個葛蘭高地啊 在1967年 第三次中東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人把它躲回來了 然後人就進去住了 但是呢 很多人不承認 所以呢 聯合國就派人在那邊 把狗 你看 這個是葛蘭高地 加利利海在這邊 這個是它 所以這邊有很多停火線 每一年的停火線 這個就是聯合國的威和部隊 聯合國部隊裡 叫狗 那這塊地呢 雖然以色列人在住 但是 他們在算 他們以色列的領土的時候 沒有算在內 那這個地 這個地 就是葛蘭高地 那它從旁邊看的話 你看喔 敘利亞這麼高 葛蘭高地這麼高 就突然掉下去 那個加利利海 就很低了 好 那 這個地方 它以前是 突然戰術的 後來英國把它佔去的 但是 這個 敘利亞在那邊 禮拜的脫離又就是敘利亞 但是1967年以後呢 被以色列人奪回去了 現在以色列人定基在這邊 但是 我剛剛講話 他不算他們的領土 好 這就是他的祖父 那個 葛蘭高地的時候的紀念碑 現在葛蘭高地是誰的 現在 就是以色列人在住 但是不是以色列人的領土 對啊 是誰的領土 我不知道 不知道誰的 因為旁邊是敘利亞 那如果住在中間 那地方就是叫 葛蘭高地 那地方就是叫 葛蘭高地 應該沒有獨立 葛蘭高地沒有獨立 好 那在這個上加利利裡面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什麼 就是 有一個 黑門山 有一個什麼 淡 有一個什麼 蓋薩利亞非利利 我們會簡單介紹這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黑門山 黑門山在這邊 你看 它中人積雪 所以 黑門山在那裡 水 雪水融化了一條流下來 流一流 流到加利利湖 流到加利利湖 流到越旦河 一直到死海 這條 一直 這條線 就是黑門山 你看 黑門山在這邊 它水流下來 經過加利利湖 經過約旦河 經過死海 中年積雪 所以這邊水很多 我們先來看 這個地方有兩個地方來介紹 一個是淡 一個是蓋薩利亞非利比 第一個 這個蓋薩利亞非利比 它又叫做巴尼亞斯 先講一個淡好了 這個淡是這個地方 這個淡大家應該有一個印象 因為我們以前讀聖經 常常讀到什麼 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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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一上 十二章二十九节 一路翻 把金牛鲁放在什么地方 胆 另外一个在哪里 伯特利 好 那你看这个地图 这边是胆 这边是伯特利 那一路上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下面这里 那当时混成南北国 从那边切掉了 好 北国人 不让他们人到一路上去敬拜 所以他就在这边把他划掉界限 在这边弄一个金牛鲁 北边弄一个金牛鲁 南北都有了 你们就到这边去敬拜就好了 不要去耶路撒冷 就是这个 所以到但的时候 或者伯特利 会看到当初设金牛鲁的地方 北国为什么那么糟糕 被上帝那么不喜欢 就是因为这两只金牛鲁 那我们会去看这个但这个金牛鲁 这个但这个地方啊 本来不是分给但支派 但的支派分的地在什么里 在特拉维吾这边 但是特拉维吾有人住 他站不回来 他就去看 看 别边那个地方 那时候叫做拉邑 或者叫利善 这个城市那边的人好像很懒散 好像不是什么很激情 他就去攻打利善 就是那个拉邑 把他这个城市抢回来以后 就把他改名叫做丹 所以你们看 我就知道 他这个丹的支派 耶稣亚进到迦南地后 不是分地吗 把十二个支派分吗 对不对 分了 丹就分在这里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的人赶走 所以他们就跑到北户这个地方 把他淡这个地方 就把那地方杀掉 然后他们就住到那边 改名叫做淡 但是这样子来的 那按北国的案例 或者雅哈王 都曾经在这个地方修 修阻城门 修阻祭坛 那当然耶稣亚有一个丘坛 金牛犊 所以这些东西 现在去可以看到 那到亚述坊来的时候 把他们这些北户人都抓去了 抓去以后 这个地方就荒废了 所以现在去都是看到废墟 那可以看到丘坛 可以看到以色列城门 还有一些泥砖 像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们认为 耶稣亚坡当初设一个金牛犊 就是在这里 这个丘坛 然后上面这个架子 就是金牛犊 金牛犊的地方 重点比较清楚 这都是我造的 比较清楚一点 靠近一点看 就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我们教会的团圆 这个 他在金牛犊 就是放这样子 所以其他人就了解他们北国 就是当初做了一个 耶稣亚坡做了一个丘坛 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废掉 好 那这边 以言可能是在放水的地方 好 那另外他们有建了很多城门 是一个城门 这个路进去以后 还有第二道的城门 所以他们就可以抢 另外 还有一个 1800年前的一个年龄中的城门 好 那这个丹啊 为什么现在还 现在是一个国家公园 为什么丹能够成立一个国家公园 因为它里面有个水泉 所以那个水流出来以后 那个地方 那个树沫很多 树沫很茂盛 所以就变成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现在去的时候 它外面就写一个丹国家公园 好 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图就知道了 它这个约旦河在这边 它从这边有很多河流 这都是河流 很多河流进来 它这个 那里 这个约旦河源头 不是只有一条 但 从黑门山下来的水 还有这些很多河流都会流进去 所以那个约旦河是中年落雪 你看这个水这么多 这都是那边的水 好 第二个我们会介绍 甘萨利亚菲律比 又叫做巴尼亚斯 这个就是甘萨利亚菲律比 这个甘萨利亚菲律比在什么地方看到呢 马来福音十六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耶稣到了甘萨利亚菲律比 他就问啊 诶 他们都说我是水啊 结果怎么样 他们说 有人说你是施西约翰啊 有的时候你是以利亚啊 耶利米啊 但是彼得讲了一句话什么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告白 然后耶稣就跟他讲怎么样 啊 西门啊 你是有福的 这个不是你讲的 所以他的名字当时候叫做西门 所以耶稣说你要改名字 改什么 改在彼得 彼得就是小石头 你是小石头 但是你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个大石头上 这什么意思呢 你是小石头 耶稣说我是大石头 我是盘石 你要把教会建在我这个大盘石上面 不是你的小石头上面 然后呢 我要把钥匙给你 你配过钥匙给你 从此呢 这个彼得你带着钥匙 一直搭钥匙 这个天主教又把他 钥匙给他一直带着 你到去那边 罗马来 到那个意大利去看 每次看到彼得都是拿钥匙 就是这一只大钥匙 然后 马赫富威也有写到 他们耶稣去盖撒利亚菲律比 但是我们讲盖撒利亚菲律比 他们叫做什么 他们叫做 潘尼亚斯 为什么叫做潘尼亚斯呢 因为当初他们原理叫做潘尼亚斯 为什么叫做潘尼亚斯 因为他们在拜潘神 潘 那个神叫潘 潘神 后来就念等巴尼亚斯了 那个潘神后来 花家就根迹很多历史 他就去花出来了 当时候 当时候可能是这个情况 当时候这个盖撒利亚菲律比是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庙 叫做阿伏斯的庙 这个庙后面有一个洞 叫做潘尼亚洞 这个洞会流水出来 一直流出来 变成一条河流 那这个旁边有一个宙斯神庙 这边有一个群羊舞蹈庙 这个算是比较重要的遗迹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个画得不好看 我早前应该画家画给你们看 这另外一个画家画得更好看 这个就是亚伯斯的庙 宙斯庙 这个群羊舞蹈庙 这边有那个神龛 水一直流出来 一直流出来 流成河流 这个就是那个亚伯斯的庙的遗迹 这个从上面掉下来的那些东西 那这个墓长已经不见了 但是后来有一个洞 这洞叫做潘神岩洞 这个潘神岩洞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岩洞旁边有很多这个 叫做神龛 壁龛 这里面就是公共当地神 这个还可以看到这个 像这个就是这个神岩洞 进来去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那这个另外就是旁边那个坐式神庙 它还有一点遗迹 坐式神庙 那个旁边还有一个叫做群羊舞蹈庙 都还有一些遗迹 所以他们就是根据这些遗迹 把它推回去 画出那刚刚那张图 就是该山洞就是那个情况 那这个神看到后面呢 到现在水还在流出来 就是从这边流出来的 就是那个现在的潘尼亚河 就是从这边流出来 这地方一直流一直流 从那边流出去流出去 都可以看到 看到那很多水 那提督将军来贡献耶路上人的时候 也曾到过这边 而且和十字军 以后来十字军也深深打过战 但是后来就没有人住了 那在这附近呢 也可以看到一些 以前流下来的 拜扎兵时代的 十字军时代的 像这个一个城堡 这是以前十字军流下来的 或者这个十字军流下来的城门 这个就是 凯撒尼亚 腓尼亚 腓尼亚 好 来 接下去呢 大概就是 我刚刚讲的就是 上加利利 就是 或者是我们叫做 葛兰高地 今天我们来介绍耶稣帝平原 耶稣帝平原就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 这是加利利伍 约旦的 旁边有个黄色的这一块 好像是箭向这边射过去 这个就是 耶稣帝平原 耶稣帝平原 这个耶稣帝平原是 以色列最大的平原 以前也常常在那打仗 那这地方本来是一个沼泽的地方 但是他们现在给它经营得很好 现在很好的 那这个地方呢 曾经积淀啊 也在这个地方 拿破仑啊 他的亚伦比亚 都曾在那打仗过 人家认为 启示伦那个哈米基督论 也会在这个耶稣帝平原 那这个就是大的一个平原 你看这么大 这么大的平原 里面有很多植物 这个人知道什么吗 野地的百合 是这个 你们不要以为那个百合是这个 耶稣帝平原 今天我们介绍几个点 第一个耶稣帝 第二个塔坡山 还有西利坡山 还有哈利泉 还有米基督 还有加米山 我们一个一个计算介绍 这些 耶稣帝平原 耶稣帝 可以介绍这六个地方 第一个耶稣帝 耶稣帝在这个地方 耶稣帝已经发现 主权1400年 已经有人在这边住过了 那大卫跟非力士人打仗的时候 也曾在这边暗影过 耶稣帝 然后呢 安利王朝 他打所都 切里萨玛利亚的时候 还是有人找个地方 那以利亚和巴利先知 正料不是下瘾了吗 他起码就是跑去哪里 就是耶稣帝 然后呢 有一个人很顽固 他的葡萄莲不给亚阿王 那个人叫谁 他就是耶稣帝 然后就被那个耶稣帝 害死了 这些都是耶稣帝有关系的 那亚阿的儿子 约兰 在那边打仗 受伤跑去 那个基睿拉姆的时候 犹大王去看他 犹大王那时候跟南北国是年轻 有婚姻关系 所以他受伤的时候 那个南国王去看他 结果呢 耶稣就去 把他们通过杀掉 南龙的杀掉 白王的杀掉 耶稣不会通过杀掉 就是耶稣帝 好 第二个我们讲塔伯山 塔伯山就在加利虎旁边 这个塔伯山有什么重要呢 有人说 有个人讲说 这个塔伯山有点开心 好像个祖王很漂亮 但是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四季记的时候 比霍拉跟夏甲那个西吉拉在战争的时候 他就是在塔伯山集结 然后要打仗的时候呢 他一突然下起雨了 下雨以后 那个下 下手他们将军是用九百辆铁车 结果一下雨以后 那个普通人变成泥巴 那个铁车就不动了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下手灭掉了 就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塔伯山就是这里 那四季也有写到 这个塔伯啦 黑门啦 这里是在旧月很出名的 但是这个 接下来到西六月就不一样了 来 西耶马可福音的时候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 暗暗上的高山 在他们面前被冒 耶稣被冒这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就是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写什么 到高山 然后呢 路加福音也写了 巴黎以后 耶稣带着他们上山祷告 哇 高山山 到底是哪一个山啊 这就有问题了 那时候找西六月去交通 就不动决定 他是去黑人山啊 还是去塔伯山啊 后来 耶稣他们一些人就决定 塔伯山啊 从此就认为 耶稣在塔伯山变茂 然后呢 他们就到塔伯山那边去见教堂 见什么 建变茂教堂 所以 从六世纪开始就有人建了 但是 都被破坏了 一直一直被破坏 现在去看的时候 还是有变茂教堂 但是是新的 新的变茂教堂 以前那些都只剩下外墙这些 好 那他们会 这个变茂堂 他们都会设成三个拱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 他们那个不是 他们的门徒不是说 我要建三个盆子给你们三个人吗 耶稣跟谁 伊利亚 伊利亚还有谁 伊利亚 就是这些都有这种东西 那要去的时候 这是我造的 原研就可以看到的 在什么地方 白白的有没有看到 这个白色呢 这是变茂堂 好 这个地方车子不能上去 所以都给你们坐变茂上去 坐变茂的那个家常醒的 载大家上去 要到变茂堂之前就会有一个城门 然后这就是变茂堂 这是1924年建的 你看都是三个三个 都是三个三个 好 那这个变茂堂里面就是这样子 那祖堂 这一个是十字节的时候留下来的 这个地方靠近一点看 这是什么 耶稣 这个谁 拿着那个石板的谁 摩西 这个呢 伊利亚 这旁边有三个门徒 那这个就是伊利亚 在跟巴黎斗法的时候有没有 降下来的 那这边是摩西 那这个是以前的教堂的遗迹 然后保禄六四呢 也来过这边 所以都给他们建立给西美的 那另外还有一间变茂堂 但是比在旁边一点 就是很少人去了 好 这就是塔坡山 接到基利坡山 这基利坡山有什么重要呢 基利坡山就在旁边这边 这个基利坡山呢 就是非是人跟扫禄打仗的时候 扫禄王就在基利坡山安野 然后就去打仗 结果呢 他拿童打败 融融吸一 domains 少人跟他三个头 终容死掉 所以呢 大卫很伤心 大卫就呢 写一个坐weight 基利坡山 基利坡山啊 愿你没有雨露 愿你没有公务 因為英雄在那裡死掉了 所以從此這個吉利波山 就要把他們拿去洗 他們去下葬 從此這個吉利波山就突突的 就像這樣 到現在還長得突突的 這是因為大鱷把他做主 接下去接到哈利拳 這哈利拳從中央呢 哈利拳在旁邊這邊 哈利拳就是基墊選三百人 選三百人出來作戰這邊 就是在這地方 那這個哈利拳現在 旁邊有一個集體農場 它叫游泳池 到現在那個泉水還在一次流出來 這個是游泳池 然後這就是泉水從這邊還一次出來 現在去看還是看得出來 從這邊一直流出去 那我們這些就是我們的這個 黃先生 清華賊 這個硝安 他們通通在這個地方 還有賤禮民樂 好 但在這個旁邊有一個泊山 這個泊山呢 為什麼重要 這個泊山不是很大的地方 它被舊衣記載以後不見了 但是到西亞時期 好像用這個尼撒這個名字出現了 到羅馬時期 他們又跑來見得更大了 就會成迪迦波利的一個地方 一個神啊 一個城啊 什麼叫迪迦波利 聖經出現過三次 迪迦波利 耶穌到過迪迦波利 耶穌疑病的時候 迪迦波利的人來看他 迪迦波利到底是什麼 迪迦波利就是 Nekapolis 就是十個城 那時候羅馬來跟設置了十個城 他的行政中心十個城 結果呢 在約旦河的左邊 只有一個就是這一個 其他九個都在約旦那邊 所以這個地方 去的時候會帶去看一下 因為它代表 幾家玻璃層的一個城 那這個地方在這裡 柏山啊 這個是它的模型 這個地方已經 已經 那個發現 考古已經發現很多東西 像這個柱子啊 這個露天劇場啊 這個 已經從頭挖出來了啊 這個是阮老師 好 它也有一個祝望大道 這個是柏山 就在旁邊而已 它也有一個馬賽克 很漂亮的一個馬賽克 好 接下來就叫米奇多 這個米奇多很重要 因為米奇多這個地方啊 就在這裡 這個地點 你看啊 從海上進來就是這邊 南北過來也是這個地方 所以它以前就很重要了 它是一個大道的一個樞紐 海上要上來的時候 也會經過這個地方 戰爭也在這個地方 將來 世界大戰 末日子也會在這個地方 戰爭 照瞭解的話 好 那所謂時代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行動心 所以這邊建很多的那些 城堡啦 宮殿啊 所以現在去都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 那個法島 把它破壞了 但是牙又把它建起來了 那這個 曾經亞蘇帝國把它 把這個 地為亞蘇帝國在加利省的一個首都 那米奇多他發現很多很早前的遺跡 人家住的地方那個遺跡 那考古俠就去做了三次很大很大的考古 你看像這個 這三次 這個做了十幾年 這個 那這一次 第二次大考古的這個1925年呢 重大發現 發現什麼 發現竟然 米奇多有二十層 我講過了 耶利哥有幾層 二十三層 他有二十層 二十層 以下都有人住住住一直住上來 後來發現最新的這一層呢 最後這一層是祖前 差不多四世紀 以後就 三層就沒有人再爬上去了 那這幾層呢 他們就給他發 請給他注意看 第一層是 然後下還有可能 所以這一直往下去往下挖的話 挖了二十層的考古 這些裡面 這一個一直往下走 可以看到底下的那幾個層 這通常是以前的工店啊 建築物啊 這些模型 你看這一層在這邊 這一層在這邊 這是米吉多很重要 這個是要下去飲水盪 這是牛浴室在那邊 帶路 下去可以看到那個去水盪 好 那第六個我們要叫這個嘉蜜山 這嘉蜜山大概就很熟了 在這個地方 嘉蜜山 好 這個嘉蜜山呢 高不很高 那它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葡萄燕 因為上帝上面很多葡萄 這個就是嘉蜜山 這個嘉蜜山為什麼重要 因為以利亞就是在那邊 跟先知大戰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所以他戰勝了對不對 所以那邊就給他做了一個 以利亞雕像 怎麼樣 把那先知踩在地上的雕像 因為他戰勝了 那又紀念以利亞一個 那個教會在那邊 這個就是以利亞 你看他把這個先知踩在地下 大一點給大家看 這個先知 巴黎的先知被他踩在地上 這個去那邊有沒有看到 好 那裡面旁邊有個教堂 這個教堂很有趣 裡面很多東西 第一個 這個是以利亞坐在那個書下 開始先跟他講說 你要吃東西啊 你要走很遠啊對不對 好 這個也在牆壁上 另外呢這個是巴黎的先知在求 一直求一直求 都沒有活下來對不對 但是旁邊有一個雕像 以利亞在那邊求我活下來了 好 然後呢在旁邊你看到什麼呢 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呢 巴黎先知的禱告 當然我們看不懂 那在旁邊呢 以利亞的禱告 就在教堂裡面那個牆壁上 這邊是巴黎的 這邊是以利亞的 好 那他的一個祭壇 用十二個石頭 因為亞各之敗 十二個對不對 用十二個石頭弄了一個祭壇 那在外面 這個教堂外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棵這個樹 叫做什麼 豆子 豆子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浪子回頭那個有沒有 浪子出去以後吃什麼東西 豆子 豆麵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這個 在這個旁邊 江山旁邊 逛過去了 可以看到什麼 海法 旁邊不遠的地方 這個海法是什麼 是現在目前 以色列最大的港口 這還是我講過了 這個以色列 這個旁邊是地中海 那這個海岸很淺 所以說弄不到什麼 港口 只是以前約拿要討好的時候 她不是去港口嗎 去哪裡 去哪裡 越胖 越胖 越胖現在就是在特拉爾旁邊 在這裡越胖 這邊 那後來 又在蓋薩利亞又做了一個港口 但是這很多不大 現在最大的呢 就在這裡 海法 那嘉義山就在旁邊 所以嘉義山可以看到海法 從這邊看過去 就看到 這個就是海法 就是現在目前最大的港口 海法港 好 這個六個地方 就是耶穌類平年 耶穌類平年 那我們本來是要介紹加利利 加利利 我們把它分成上下加利利 我們今天介紹上加利利 然後把耶穌類平年介紹 那下加利利就下一次介紹 所以找這邊回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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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 去買 謝謝 谢谢大家